随着CBA总决赛的落幕 广东与辽宁之间的三场大战 到现在还让人回味无穷 有人说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看的CBA总决赛 不得不说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两队的较量可以看称是国家队的训练赛 辽宁这边郭艾伦赵继伟是国家队的主力后卫 刘志轩随国家队出战了2018年的亚运会 韩德军也多次入选国字号阵容 而广东这边阿联是国家队绝队的领军人物 周鹏赵锐也都是国家队的常客 除了这些成名已久的老将外 辽宁队的新秀张振林 可以说是这个赛季最亮眼的存在 有这样一个少年不断飞到天空中去轰炸篮筐 带给CBA球迷前所未有的感官刺激 2020-21赛季CBA常规赛最佳新锐球员 赛季CBA全明星扣篮大赛冠军 新锐赛MVP 常规赛中面对广东队狂看46分的个人秀 除了总决赛中汉服广东队 未能获得总冠军奖杯外 这位年仅22岁 初登CBA赛场的新生 大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 所谓的出场级巅峰 然而取得这样的成绩并非是偶然 现如今众所周知 她是中国女兰公军球员王芳之子 王芳在1992年的巴塞罗纳奥运会 随中国女兰取下亚军 而1994年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女兰世锦赛 更是王芳生涯的高光时刻 她和中国女兰一起再夺银牌 不久前刚刚入选 FIBA名人堂的郑海霞 当选了该届世锦赛的MVP 而王芳则是仅次于郑海霞的球队 二号得分手 退役之后的王芳 现任辽宁省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中国有句老话 儿子像妈 张震霖不仅遗传了母亲优秀的身体素质 更有着从小对篮球的热爱 为了让她有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在她13岁那年 母亲决定让她赴美留学 这里有着全世界最厉害的球员 最先进的训练方式 在母亲的帮助下 她早早进入了美国的篮球学院进一步锻造 并逐渐进入了美国当地的篮球强校 拉鲁米亚中学 而在拉鲁米亚中学就读期间 张震霖与2016年U17世界杯冠军成员 小贾名杰克逊成为了同校队友 17年他们一起联手帮助球队 拿到了全美高中联赛冠军 张震霖也成为了历史上 第一位打了该赛时决赛的中国球员 夺冠之后的张震霖 名声大噪 同样得到了许多大学名校的关注 18年高中毕业的张震霖 选择加入美国渡篮大学 同年11月12日 他迎来了NCA的首秀 得到24分7篮板 但球队96比80不敌对手 虽然输球了 但对于张震霖来说 NCA的舞台才正式开启 他知道全美大学联赛 对自己来说才是真正的莫利 NCA不仅是NB的敲门砖 更是自己篮球生涯的一份履历 在这个人才辈出 高手如银的篮球国度中 努力训练 打好每一场球 那么未来可切 NCA不仅是NB的 这电话没加劳 感谢观看